哈嘍小红硕的朋友们你们好 相信有关注我的大家一定知道 我是一个非常热爱健身又喜欢美食的人 那像我们这种人要怎么保持自己的体态 怎么管住自己的嘴巴呢 答案就是不可能 但是我当然还是很努力去保健自己的身体 那这个保健的方法呢 除了健身之外 当然我吃的东西是什么也很重要 当我们已经吃过正餐的时候 却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就觉得就是哪里不满足还想要吃东西 我应该怎么办 那我在这边就推荐几个 我觉得还不错的健康零食给你们 首先第一个就是西梅 它是西梅干 然后这个水果 然后做成了这个 哦好香哦 然后它每一颗都超大颗的 都超大颗 我现在顺便吃一下 嗯 它就是酸酸甜甜的 然后你排便比较不顺畅的朋友 尤其吃它也蛮好的 但是它不能过量 它热量其实挺高的 但为什么它又是个健康的零食 首先 健康并不等于不会发胖 并不等于它的热量很低 只是它吃进去的时候 它其实会让我们的身体感生一些还不错的效果 第二个要介绍的就是 吃蔓越莓干 其实蔓越莓真的是对女生非常好的一个水果 你可以直接吃蔓越莓本人 或者是吃蔓越莓的干 那蔓越莓干呢市面上有非常多种 大家一定要找品质特别好的 那我这一袋呢 其实是我上网徐徐秘密 然后看评价啊 就是感觉还蛮真实的一个蔓越莓干 然后也没有添加太多其他的添加物 所以我觉得会比较自然一点 就是有非常多的专家都说过 蔓越莓其实对女生很好 其实我们可以多补充 但是像这种蔓越莓干 它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糖分 所以还是一样 也是不能够摄取太多 但是当你真的嘴馋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以吃一把 应该都没有问题 再来我要推荐的是这个 香菇脆片 它是香菇干 然后这个香菇干 其实是景保送给我的 然后我其实之前 也没有吃过这个品牌 但是我觉得它非常的扎实 因为它的香菇干啊 超级大 因为我有吃过就是很小朵的 那它就是真的是蛮扎实的 跟真正的香菇很像 那应该有些人会觉得说 奇怪 我为什么不吃真正的香菇本人就好了 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是想要吃零食 想吃那些脆脆的东西 你听到脆脆的カツカツ 你就会觉得很 就是 就是比较满足啊 就是好像我今天就是累了一天 然后又不能够吃太高热量的东西 但是它的口感它的味道 又可以满足我自己 然后它又健康不是很棒吗 以上就是我推荐给大家的健康零食 你们可以试试看 假设你们觉得不好吃 也不要怪我 你说了说 那你们就要推荐给我好吃的 好不好